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看這車頭啊 斜45度角有沒有 有沒有很像那邊那台3.5代的Focus 有點像喔 看你像好不好 誰學誰 Focus先出的喔 然後它有AMG的啊 這邊還有三條線 你去網路找圖 這還沒有AMG的 有AMG三條線也像什麼你知道嗎 Golf GTI 到處學人家 他這樣子 Mark正確什麼都正確了 就是如果這樣吧 張學友如果教我 模仿我唱歌的話 別人不會說什麼嘛 對不對 降尾打擊 我們模仿張學友不行啊 我們模仿張學友就是在學 對不對 是不是這種概念 所以這個 人帥益生菌 人醜垃圾菌 各位觀眾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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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期的 老師推車 今天來到現場的這台 2019年的賓士A200 好它是SATAN的版本 有屁股的 這種A class 有屁股都覺得怪怪的 好我帶大家來看一下 那這台車呢 是這個原廠還在保護當中 跑2萬公里 這個引擎我還沒有開過 它是1332cc的直列四缸的 渦輪增壓的引擎 然後搭配八速自首牌 雙離合器變速箱 前面是這個 麥花城的避震 後面是扭力量的形式 那輪胎的尺寸是 2055517 好163匹馬力 25.5公斤米的扭力 好數據放這邊 那A200跟A180有什麼不一樣 它我記得馬力多了 30幾匹吧 A180的馬力是136匹 163匹 差20幾匹啦 然後插了熔布座椅 跟真皮座椅 插了方向盤的換檔外波 因為我自己曾經是 2016年的A250的車主 所以我要看一下說 它這個引擎室 配置到底跟前一代 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上次看哪一台車打很醜 米冷喔 好我給你看一下賓士的做工 好不好 一樣很醜 呵呵呵呵 你看這邊看 你看這架子 唉唷有粗有細有沒有 這邊好像打到這邊 覺得好像沒打好再補一條的感覺 有沒有 喔這麼壞的你看 喔這麼壞的啦 這很像你爸爸自己在家裡 打施力控沒打好那種感覺 唉唷不過它水箱支架有換過囉 不是說這台車有換過啦 我記得我那一代的A25016年的 它前面的水箱支架是用鋁合金鋼管的 一個形式 那現在它的水箱支架已經改成塑鋼水箱支架了 又抽輕了 他們現在就是追求極致的輕量化嘛 那我記得它很多地方都是用鋁合金的下拉桿啊 底盤啊 都已經改成鋁合金的形式 有一些 像這個應該都是鋁合金的形式 可是它引擎好小顆喔 你看它引擎就這樣而已 我沒有看到這麼可愛的示板 就這樣 欸它這個套一個很像絲襪的東西在這邊 中三角 它應該是怕磨到啊 還有隔熱 這台是沒有AMG的啦 那前面前後都有雷達 然後它有配這個車側盲點 那它這當初據說它的風阻係數是0.22 比CLA還少了0.01的風阻係數 這後燈做的也有一點像那種CLA的感覺 它是兩條線這樣 後面的電動後車廂是選配的 所以這台沒有 沒有的電動後車廂就打開就是這樣 然後它後面有做這種雙出尾管 可是這尾試管喔 這裡面是沒有排氣管的喔 它排氣管在裡面 小小一個香腸嘴而已 看一下它後車廂的什麼 補胎器 沒有備胎的 我覺得這外觀看起來是蠻普通的車子 它如果今天換一個MARK 換成福特阿 還是換成別的 我都不會覺得意外 一台看起來沒有個性的車齁 但是我覺得內裝 我們來看內裝 有沒有 我這一上來看到這一排鋼琴烤漆 搭配這個菊花出封口 菊花抬高出封口 這塑膠 這carbon 軟質塑膠 然後這個也是軟質塑膠打洞 然後中間一樣 他們賓士很堅持用背蛤蟆有沒有 中央扶手的開法 我真的覺得這些車廠頭腦真的不知道在想什麼 我想V-Link也一樣 它為了設計這個手寫板 你看Lessons也有 然後這裡還設計一個什麼 讓你靠手 我們是靠手的 這根本沒有用的東西 就是這樣子阿 因為我剛剛就想說那個要幹嘛 超沒用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它設計這個東西在這邊 浪費空間 我真的不懂 而且這沒有很好用 這沒有多好用 它不是那種很直覺的 你不用看然後在那邊按有沒有 你在怎麼用 你也不可能熟悉到不用看 那轉盤反而它好一點 轉盤直覺嘛 但很像我爸以前不會打輸入有沒有 他買一塊那什麼蒙田有沒有 輸入法要用寫的 然後它椅子不是AMG的 可是它還是有給你這個 土舌頭的功能 腿靠 然後副駕駛座是手動的 那駕駛座這邊 六項的電動座椅 有三組記憶 然後A200才有這個方向盤換檔 你如果180的話就沒有這個換檔撥片 那它是單區恆溫空調 可是這也可以選配 你如果選雙區恆溫空調的話 就會有後座出風口 現在前面是我開車的樣子 我到後面坐一下 讓大家看一下大小 哇後面很低耶 加上我戴帽子其實後面蠻低的 而且你看 我的腳是沒有辦法 沒有支撐的 對它座椅的設計 我腳沒辦法支撐 看來我想支撐還撐不到 怎麼會這樣 它這樣 車座還不知道這樣 一個摩托車 阿美亞在後面就要這樣側坐 你知道嗎 你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側坐 它後面沒有出風口 不過這個拉開裡面有兩個 這個Type-C的充電器 還有一個小盒子 不知道要放三小朋友 不過選配的話 應該是這邊會有一個出風口 什麼都要選 它也沒有跟車阿 你怎麼開百八萬 連跟車都沒有 人家現在對不對 國三車一百萬 沒有跟車都沒有辦法處理 然後它這個頭枕 旁邊有一個按鈕 你這樣按下去以後 它是有一點 有個弧度 會點頭 你從側面看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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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它另外多了一個可以調弧度 這個以前的冰字也是沒有 我以前一直覺得像這種 比較陽春的雙B 它的皮革的皮質都 不是很好看 就是它們是那種比較 像荔枝皮 就是它的花紋是比較粗 比較大塊的 所以看起來有時候 都會讓我們感覺 很像那個塑膠皮 沒有那麼有質感的感覺 Isofix也有 這個其實沒有想像中的大 好小喔 而且椅子坐得太低了吧 阿呆你來坐 你腳靠得到嗎 我看你來坐 我怎麼覺得你也靠不到 靠不到嗎 靠看看 對啊 你的腿部也靠不到啊 你看 你下面是空的啊 這次要給誰做的 你永遠都只有屁股坐在椅墊上 你的腿根本都放不到 你的坐墊上面 欸我們來看一下 它後窗移到下面是多高要不要 全縮耶 到底 它窗戶其實超小塊的 它窗戶很小塊啊 對啊 喔 OneTouch 後座也有 大部分後座是沒有的嘛 對啊 那還有一個就是 我很討厭這個 轉盤式的 喔這真的就完了 這個還不如那個拉桿的 用拉的就好了 以前很多歐洲車阿 歐寶阿 福斯阿 他們都很喜歡做這種轉盤的 那真的很煩 你如果那個 你剛才月經超人又來 驚奇超人 對不對 你剛剛又載誰 現在他又要調這個椅子 我告訴你 你的屁股啊 在那轉到整百歲 對不對 這時候要怎麼辦 寶貝不要生氣齁 荊棘來的痛 來這一萬塊拿去買 熱開水喝 又來了 呵呵呵呵呵 那你反應不快一點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騎唉唷 怎麼買這個車嗎 買一台賓式 還要用手轉 有沒有可能 所以這買一個信仰好不好 那我們等一下出去開一下 看這個車開起來 到底這個信仰值不值得阿 好不好 走出門了 阿達你看喔 你知道我所為的 手機充電對不對 AWIRE 你以為我要自錄對不對 沒有 雖然它很好用 AWIRE的充電頭 用Type C這個超貨 我是要講這個 它這個觸碰板 有沒有 會動對不對 你有拍到我手指在動 好 你看這個 有沒有 有沒有 噢 幹什麼又爛的啦 碰到也會動 對啊 你有時候開車開開被人回到 有沒有 一路開車看它在那邊滴滴滴滴 哦 整個都押起來你知道嗎 欸 這個還有那個呢 黑冰室 黑冰室 請問需要做什麼 氣氛燈變藍色 好 我幫你換 噢 有沒有藍色 我跟你講它這個真的很浮誇 這內裝做得真的很漂亮 可是這台沒有AMG 所以方向盤看起來就是 有一點比較粗糙一點 不過它還是可以四向前後上下 你聽它前面有什麼 我覺得它前面換檔的聲音超大聲 這次我有開好幾天 有 牛聽 噢 一個聲音 它這樣 噢 像牛叫一樣 噢 這樣 聽起來是覺得還蠻沒有質感的 畢竟你開的是一台 你認為你開的是一台高級車 可是它那個換檔聲音真的很沒有質感 像那個仙草一樣對不對 講個牛叫聲 大家就很不爽 好 你們自己還是要去試看看 因為這是我自己個人的感受 那它這個當時喔 A200是163匹馬力 然後你如果買的是A180的話 它是136匹 所以代表什麼 這個引擎是可以做到163的 只是我覺得現在雙B 它們都很習慣這樣 它賣你便宜一點 然後明明就是電腦稍微做調教 它就可以給你166 它就不給 你很多新車主買了 你又不敢去解電腦 其實你電腦修改一下 你就可以到160 可是你弄了有沒有可能變得沒保固 開這個車喔 第一天的時候 有一些地方 我不太能夠適應 例如這兩根波桿 我還是聽一下牛叫聲 好 在後面的四五檔以上就沒有了 就前三檔的時候 你可以很明顯聽到前面的變速箱 會有個牛叫聲 那我剛剛說 因為我的那台雨刷撥桿是在右手邊 所以我第一天開的時候 下雨 我要用雨刷 我就撥了 那你注意看喔 我要撥了 它現在低漆對不對 變N檔 有沒有看到 我嚇到 這其實蠻危險的 我覺得啦 好險我們反應快嘛 我們如果反應慢一點的話 會不會撞車 手忙腳亂 很多時候會發生車禍都是因為手忙腳亂 還有第二個 很奇怪的一點就是賓士 它很習慣把這個方向燈的波桿做得很上面 我們正常的這個三點鐘九點鐘方向的握方盤對不對 你要右轉 你是沒有辦法光用你的指頭 有沒有 你撥上去呢 雖然你撥上去 你還不容易撥回來 那是我已經偷機這樣子囉 正常來講 它可能一般的車子 大部分我遇到的車子 我試那麼多車 它會設計在你舊手的位置 我記得我們那個1220那一集的時候 我也有講到這一點 我不知道是德國人的 手指比較長還是怎樣 我不知道 那以前我可以相信 因為以前 老賓士的那個線速 它是坐在這一根的下面 所以它為了要坐這一根 那這個上移我覺得蠻合理的 可是現在因為它的線速器都坐在這裡了 所以它還是那麼高 我就覺得有點奇怪了 所以這個可能要習慣一下 這不是什麼大問題 也不是硬尿啦 就是覺得這個用車的幾天的時間 覺得有點比較不習慣的東西 它的內裝很漂亮對不對 我還發現一個不好的地方 你看進了隧道 因為我發現所有的光線 都一直反射在這些鋼型烤漆上 所以其實你晚上開車的時候 如果你都是開在這種路燈的時候 這其實對眼睛來講 我覺得是一種 滿疲勞也滿干擾的 你知道有時候很容易 被這種忽然的這種光影去嚇到 這個情形我常發生在一些隔熱紙上面 那有的隔熱紙貼得比較好 晚上會反光 內反光的那一種 有時候開開自己會嚇到 你知道嗎 因為你眼睛的餘光 以為有一個東西 然後五呼人家一看 反射 可是晚上拍起來是很漂亮 氣氛燈 連這個菊花出風口都有 它真的是內裝是真的是做得滿帥的 可是我覺得它這個平板 相較之下真的有點小 好像是7吋的吧 它一邊七一邊死的 一邊七一邊死的 對啊 你就覺得黑框太多 不夠霸氣的感覺 它應該整塊都一起 感覺就是給你一個低配版的那種感覺 當初這個車要進來的時候 它的費貝洋洋 國外的定價是三萬兩千多美金 換算是台幣九幾萬而已 來這樣被Double成了 呵呵呵呵 霸費班 呵呵 所以當初我費貝洋洋說 喔可能要 即將要有出現這個百萬內賓士了 我那時候說好小那我夠了 如果它要賣百萬的話 在國外這台要賣五十萬才有機會 呵呵呵呵 你知道嗎 我跟你講喔 它這一套的八速自首牌的系統 它是雙離合器的自首牌 我可以很負責任跟大家講 就我目前為止開過的雙離合器自首牌冰箱的車子 冰式的自首牌的系統 開起來最不像自首牌 我們現在靜止對不對 我們等一下起步 真的滿大聲的 對不對 但是開起來你坐起來你絕對沒有感覺這是一個雙離合器的車子 我的218GC我開起來一開我就知道這一定是雙離合器 因為雙離合器的罩門就是在起步接合的那個時候 因為它會有蠕動滑行的那種不順暢感 可是這個車完全開起來就跟我們開的傳統自排便物箱 或是這個手自排便物箱是一樣的 所以冰式是我目前開過的雙離合器的便物箱 開起來最不像雙離合器的一台車子 舊款的A-Class也是雙離合器的對不對 其實它開起來的那個換檔的咔啦聲更大 有沒有你比如說你從R檔要進入D檔 那個咔啦的聲音啊 我跟你講跟那時候的DSG聲音差不多大聲 所以它這一代應該是把雙離合器便物箱也是做過優化了 反正就是一台賓式嘛 我就說了啦你買什麼車回去 絕對不會被爸爸媽媽罵就是買賓式 很久以前我就聽過一句話 買賓式不一定是最好的一個選擇 但是一定是最不會出錯的一個選擇 你也許有很多的什麼數據啊 或者是馬力數據更便宜CP值啊什麼 比這個更高的一定都有 所以人家說那個嘛 並非緣分輕易流逝 而是你沒有開賓式 不是妹子不來電 因為你沒開凱宴 愛的小船不會滑 因為你開馬自打 好我們上山路看一下爬山有沒有力 不過因為它現在這個新世代的統一的這個底盤喔 不要說它現在啦 因為它從2013年之後 它就用了這個鋁合金的底盤 之後的賓式就改的轉向變得很輕盈 我之前也講過就失去那個重量感 那就變成是一種很輕快的感覺 反而喔它開起來感覺 類似你現在開TOYOTA的感覺 其實這個車我應該不用開太快 因為我覺得它過彎極限其實蠻低的 輪著聲音了 60而已耶 然後方向盤在新世代的 其實變得已經有點輕了 當然我等一下我想要改變一下它的設定 因為現在我們一直用的是普通模式 認真排一下 欸 看我要換模式喔 靠北啊 我現在選到SPORT 它SPORT也有引擎SPORT 方向盤SPORT ESP也SPORT 好 沒車走 SPORT會怎樣 馬上有感耶 超有感耶 它故意的吧 它在前面就讓你很有感覺耶 不是 這個真的是少數說 SPORT切下去真的馬上就有感覺 剛好一起步地上有一些沙子 馬上就滑胎了 那我是用剛剛開車的那個習慣去踩 我也沒有踩特別深 可是它起步就馬上讓你覺得說 欸 換了一個人 哇 那屁股真的有一點滑 循跡性做得還不錯耶 有時候你在開這種彎道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這個彎我車頭過了 屁股不知道會不會過 可是它就是會順順的 跟著你的車頭這樣帶進來 不過我極限真的有點低耶 它的輪胎 我剛剛沒多快耶 阿拉你不覺得剛剛速度不快嗎 剛剛應該55而已 對啊 不過這個引擎是真的 怎麼會有一個SPORT 按下去變這麼high的東西出來 我有點驚艷到 它有一種拖擦換骨的感覺 而不是說一些 假高潮自嗨的那種有沒有 把你的聲音 引擎聲音都很大 轉速都很高 換檔把你演得很慢 讓你覺得 哇 我現在很熱血 那這我稱為假高潮 但是這個實際上是在 開起來馬上是在引擎的出力上面 你就有很明顯的感受說 這個整個出力是不一樣的東西 阿 我知道像什麼了 有點類似那個油門加速器 之前S5有裝有沒有 就是讓你變成說 你踩一點點就 出力就變很大 而且你看賓士的迴轉半徑都很低 一向都很低 我一次一個車道我就忘過來了 你知道它為什麼很低嗎 因為它輪胎側傾角做得很大 你如果在路上 你注意去看一些賓士迴轉 它們不是只有輪胎轉彎而已 它們有側傾角 所以它們是這樣轉彎的 看小智掌知識好不好 它這個沒有跟車 跟我的前一代一樣只有自動煞車而已 真的是 它除了1.4 賣到180 真的是很腰瘦以外 連跟車都沒有 真的有點誇張 我跟你說 現在很多這樣 我那個雙B都不是雙B的 你除了引擎小 這1,400我那1,500 然後兩個都幫它雙離合器自首牌 然後兩個都前輪驅動 這真的已經完全不符合 以前雙B的那種精神了 你知道嗎 當然這也是好事情 因為在國外 確實它的價錢有壓在台幣100萬 高級品牌 然後推出一種比較小型的車子 可是你說它小型 它的軸距我記得跟C-Class差沒有很多 所以這也是好事情 高級品牌 然後做一些月做月餅這樣也不錯啊 這個就很像 現在不是疫情嗎 那不是很多酒店 精華酒店那種 他們都在做便當 那它本來一桌都 一兩萬兩三萬的那種桌菜的主廚 你家要做一個便當 300塊它覺得已經很硬了 因為它要做好吃的東西給你 用好的材料 對不對 一個便當壓到300 它做已經做得很辛苦了 因為cost down又要賺錢 所以它怎麼做 就只能給你怎樣 我們上次不知道吃 一個就一小撮了 對一點點一點一點 沒辦法啊 太貴你又不會買 它本來都在做貴的東西 你把貴的東西加塞在一個便當裡 它怎麼做都做不好啊 然後你買的人 你怎麼覺得 啊幹 怎麼沒有跟車 螢幕那麼小小 有的地方用料 怎麼感覺這樣 好像縮下縮下 好像不太好 你就會有那種感覺 對不對 有些人就會講 我家巷口 一個雞腿便當70塊 或吃好飽 飯還可以一直加 有沒有 所以你如果買比較便宜的品牌 你就是東西配備可以買比較多 可是沒辦法 人家是賓士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2019年的這個新款的賓士 A200 Satin 那我們收購價錢 大約現在目前市場 在流通車商在收的價格 大約是在100萬至110萬之間 賣出來大約都會再多10萬塊錢 好這個利潤就是這樣 死的 我有去研究 你如果要去那種 原廠認證中古車有沒有 可能還要再多加10萬 現在目前大概市場的關係 收這個價 加10萬就是車商賣的價 再加10萬就是原廠認證中古車賣的價 大概100萬左右的車應該是這樣 所以很多車 你不知道你的車值多少錢 假設你這個車你在原廠開120 你去估價就大概是100萬左右 我後來發現一件事情 原廠認證中古車它卡的一點就是 因為它是原廠認證中古車 所以它價錢不能開假的 只要它的價格是真的 那就給你一個參考的空間在 你就可以去參考了 這個避震器比起我那個BMW 多了一份紮實的感覺 彈跳比較沒有這麼大 比較沉 它的底盤設計讓你覺得過坑洞的時候 是比較沉 但是我覺得在 當然這個東西是相對的 這不是一台有跑格的車子 所以你到了這個山路的時候 它的側傾就會變得比較嚴重 但是你如果到了一般的平面道路 像這條路爛的鑰匙 四處都坑洞 你會覺得它過坑洞是穩重紮實的 你看它現在賓室的雨刷做得細細小小子 有沒有 就跟一般下過散車是一樣 以前賓室最屌的就是我們粗壯的一隻大雨刷 要刷那個 深長的那個 刷刷刷刷刷 以前開賓室出去就是要刷那根雨刷 毛毛雨也要開下去 那雨刷在屁股 刷刷刷 它一上來還會先上升 然後再刷刷刷 縮回去 以前那個 大概我爸爸那個年代 開出去那個雨刷刷的就是媽的 輕快的感覺 真的很像國產車 很輕鬆 對於我們這種老屁股來講 我覺得就失去了那個 以前開賓室 想像中那個開賓室的穩重感 而且它是屬於什麼 隔音比較好的國產車 那種感覺 蓋衣來賓室講成國產車很奇怪對不對 事實上進口車不就是這樣嗎 比國產車隔音好一點 安全一點 對不對 開起來就是這樣而已 那椅子我是不喜歡它這套椅子 我記得它前一套我A50那時候的AMG椅子 做的就覺得還蠻舒適蠻喜歡 蠻符合我的身型 那你有覺得我對椅子很挑剔嗎 可能因為你的身型的關係嗎 我就說了 我會比較大機 好啦 那今天這個A200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喜歡影片記得訂閱留言分享 開啟小鈴鐺 下次見拜拜 請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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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跟妳講出去 欸對不對 去玩的時候 載女生回家一上車看到這個氣氛燈 對不對 如果你再去買一個賓士園場的香氛 它裡面可以裝那個香氛 選配的 哇那女生上來就 亦亂情迷了 哇雖然現在你還沒辦法生我的孩子 但是你可以吞下我的孩子 哈哈哈哈哈哈 好不好 感覺來了有沒有 欸我跟你講 現在疫情期間很多人都留言說 其實他們男女朋友或老公老婆 都一起看我們影片 可以增進夫妻之間的情感 你知道嗎 因為疫情大家都關在家裡不出門 老公老婆 噢水果 每天都在家裡玩假 一句來一句去 老公說 啊我在你身上花的錢 都可以埋得起一台軍艦了 老婆說媽 你從我身上打的砲 幹人家都可以反攻大陸了 哈哈哈哈哈哈 他自己掉了 他自己掉了 都在我們來 啪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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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可悔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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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這裡 這是一個小對